各位好,我是陈正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书 这个书呢非常棒,是赫华读 马克思,英文叫做Howard Marx 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呢我前段时间刚听完 这个Howard Marx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投资人 而且呢他的这个投资业绩是非常的 非常的棒的 从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那虽然他讲的主要是关于这个股票 但是这个周期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于各种投资都是可以借鉴的 是吧,不管是房地产投资啊 还是这个比如说期货啊 还是这些commodity啊 还是这个经营呢 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周期的 是吧,所以 如果你了解周期了以后呢 那对投资来说是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其实周期这个东西呢 像我们以前古代有国内有一本书 中国古代有一本书是那个 叫做,呃,那个人叫什么 反正他是财神爷来的 就是那个财神爷的那个人 他叫什么,什么七什么 我现在记不下名字了 不过他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 你要在干旱的时候买船 反正就是反着来嘛 反着来的意思 别的我也不讲多了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 还是一样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有问题的话 可以这个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还有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好吧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那这个书的话呢 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叫做掌握市场周期 掌握市场周期 其实他的核心的内容呢 就是你要看清楚这个周期的变化 因为这个周期他就是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 是吧就是他到最低点 他肯定会弹回来 等他到了最高点以后呢 他也会降下去 所以这个所有这些万事万物 都是轮回的 都是巡回的 物极必反 走到最高点又走到最低点 走到最低点又会走到最高点 那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周期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赚很多钱 那他书里面还有讲说这个周期呢 他虽然说有这个规律 但是呢 他每一次发生的时候 不会在同一个时间 但是呢他也不会在 也不会是同一个时间 然后呢也不会是同样的力度 虽然是不是同一个时间 没有同样的力度 但是呢他这个周期还是会发生 那如果你这个周期 如果你研究透了这个周期 你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周期会变 那你就可以抓住这个最好的投资的这个机会 那他书里面还讲到呢 有一个很好这个看周期的一个方法 预测周期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利率 当你这个利率呢很低的时候 其实不是投资的好时候 为什么 当你利息很低的时候呢 那代表钱很便宜嘛 钱很多 钱很便宜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 肯定是就有很多人会去投资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很多人投资的话 那这个 这个你要买的东西肯定就很贵 那你要买的东西很贵呢 那你肯定就买 买了以后呢就肯定是不知道 你可能就花了很多钱 那要在什么时候投资呢 你要在银根很紧的时候 就是这个贷款很难拿到的时候 然后利息特别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投资呢 那肯定就是这个可以买的好东西 我们所说的投资 不光是股票啊 就是泛泛的 投资股票啊 投资房地产啊 投资任何的投资的项目 我们都叫投资 不仅仅说是股票 OK 那所以他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买到很便宜的东西 那你必须要在这个利息很高的时候 借不到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买到便宜的东西 他讲的这一点我记得挺清楚 那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内容 就是他说这个周期啊 他有三个特点 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呢他是阶段性 然后第二个他有这个动能 然后第三个他是会自我修正 什么意思呢 阶段性的就是说 他会从我等下我等下会把那个图作为封面 我贴上去 他会从A A E是向这个C 往里面进 那他这个周期他肯定是下来上去 下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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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他是阶段性的 然后第二个呢 他这个过程 他这个阶段的进程呢 他会产生这个动能 那这个动能什么意思 就是从相对低的A点 往相对高的C点方向移动 然后当移动到极端的 的时候呢 他就会产生自我修正 然后之后就会有修正 那修正以后呢 他就会往另一个极端去移动 虽然讲起来比较绕口 反正意思用这个人话来讲的话 就是周期他会慢慢慢慢往高点 等高点以后他又会下来到低点 到低点以后他又回去又回到高点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周期的这个自我修正的速度呢 是不同的 那从A到C这个阶段呢 他的涨速度会比较慢 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 往上走的速度会比较慢 OK 但是从C到F 就是C在高点F在低点 下来的时候呢 速度则会快很多 会比就是说 涨的速度 会比这个跌的速度慢很多 那跌的速度会比涨的速度要快很多 就这个意思 OK 而且呢 他这个 不会停留在两点中间 OK 这个这个这个变化 不会再停留在两点中间 当进入超跌的F区之后 下跌的动能会释放 全部释放完了 那释放完了以后 就是下跌的阶段就结束了 那就会变成又涨回去了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 OK 然后持续这个循环 其实周期这个事情呢 其实一直在循环的发生 只是我们这个人呢 像这个Howard Mark他也讲 我们这个人的记忆不好 很容易这个健忘 每次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 然后又忘了 然后结果很多人又重蹈覆辙 所以呢 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投资者 要有记性 是吧 要有好的这个记忆 要不能不能这个 好了伤疤忘了疼 是吧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 那有一句话叫做 因为一个阶段的结果 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成因 那因此循环才变得可以预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跌了 是因为它涨过 你涨过是因为它跌过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预测了 就这个意思 那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 如果你对这个周期 你有足够的了解 那然后你大致可以把握住 这个周期的这个阶段下来 那你就有可能可以赚很多钱 那接下来我们讲呢 怎么样评估这个周期的阶段 那要评估周期的阶段呢 那你就要观察投资人的心理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的这个周期 周期就是无非就是市场的周期 是吧 市场是什么 市场其实就是人组成的 那人组成为什么会影响这个周期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心理变化 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要研究周期 你要研究这个人的心理变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书里面也讲 大多数人的只会看眼前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很多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那因此呢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经验的 称职的投资人 那你必须记得这个周期它是循环的 而且是有大幅度下跌的冲动 OK 等于说涨起来以后跌下去会跌得很快 当然你看不同的产品它跌的速度是不一样 比如说房地产跌的速度 肯定就比这个这个股票跌的速度要低很 要慢很多 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种类里面 它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总的来说跌下去的速度 肯定比涨上去的速度要快很多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当不好的回忆被唤醒的时候 而不是他说另外一个名人说的 说当不好的回忆被唤醒的时候 往往是在最痛苦的时候 为什么 他什么时候会被唤醒 就是输了钱赔了钱才会被唤醒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了解周期的特性呢 就能评估我们在这个周期的哪个阶段 哪个相对的阶段 那进而调整投资策略 避免受到冲击的影响 做出错误的投资行为 那评估周期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量化评估 就是观察现在股市的市场评价的高低 另外一种呢是制化评估 就是观察投资人的心理变化 来思考周期的阶段 那两者 两者并有是最好的投资方式 那在前面的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在前面的图片中 这四个阶段 那他这个图呢 我倒是你看的图你就知道 AEFG就是股价都低于内在价值的 因此呢各种估价的指标 就是如本益比股价净值都相对比较低 OK这个A和E就是在下面 就是说就是就是说性价比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这个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在AEFG的时候 他的这个价格是低于这个股票的真正的价值的 OK那这个时候当然投资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时候是吧 但是相反当这个股票呢 在BCDH的时候就是在高位的时候 那他的股价是高于内在价值的 那当然如果你在BCDH的时候投资 那你肯定就不上算是吧 那如果你在AEFG 就是在股票股票的这个内存 就是内在价值的下面投资的时候 那你就是你就肯定赚 就好像巴菲特的说的嘛 巴菲特说的是什么是叫什么 他那句话叫什么就是叫value investing 是吧就是就是要买这个价格在 在股票的价格在低于他的真正的真实价格的以下的时候去买 就这个意思 那在周期的每个阶段呢 会反映不同人的这个心理 当股市上涨的时候 在A点的时候 大多数人对之前下跌的心情 心有余计就是刚就是就是刚刚跌到谷底的时候是吧 就是在在股市在A的时候 就是刚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还怕怕的 是吧心有余计 那只有一部分人他会发现股市开已经开始好转了 那此时的关键字是什么呢 我要等状况明朗才进场 那这种如果你有这种心态 那你就赚不到大钱 那你必须在这个时候 当股市股票跌到谷底的时候 当大家都很担心的时候 你这时候进场就是把所有钱都推进去投资 那你就可以赚大钱 房地产也是一样 像2008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在那个时候08,09,10 连那个时候买房子肯定都赚了不少 赚了好多钱是吧 就好像有一个名言叫做什么 就是说你必须在大家都恐惧的时候去投资 然后大家都贪婪的时候你就收手 就反着来你要和大众这个思维反着来是吧 那如果在B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每个阶段的投资人的心理状态 那在B阶段的时候呢 B阶段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股价已经稍微有点上去了 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波快速上涨 然后大多数人会惊讶 怎么现在股市涨这么快是吧 那这个时候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这波这波涨幅怎么会这样的犀利是吧 那此时阶段的结束的时候呢 大多数人会发现股市好转 然后呢开始进入C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大家才缓过承认来 大家才觉得哦市场变好了 可能可以投资了是吧 那C阶段的大多数人呢会相信 为了就开始 就是开始变得很很正面了 思维变得很正面了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呢 会相信这个未来会持续的更好 然后乐观的热观的情绪开始蔓延 然后这个缺乏经验的投资人开始大胆的入场 此时的关键制是我知道现在是高点 那可那还可不可以买 或者我知道现在是高点 我还想再玩一下 或者是我知道现在是高点 反正我等这个领股息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很放纵了 因为大家信心满满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股票没问题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场了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有点晚了 那像这个Howard Mark他就说过 他说你如果是最先进场 就是跌到谷底的时候最先进场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聪明人 如果你是等这个所有的价值全部 价格全部都涨到最顶点 你在进场那你就是个白痴 他有句话是这样讲的 然后呢 那我们再讲当从C到D的时候 OK 从C到D 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 开始往下跌了 OK 从C到D的时候呢 那上涨的阶段开始进入危险期 就是不涨了 开始往反方向走了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这个下跌的 就是下沉的阶段 那此刻只有少数人会发现股市在变差 就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 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这个股市已经是 这个在在往反方向走了 是吧 然后呢 因为下跌 然后他下跌的时候速度又很快 所以 第一阶段的关键就是发现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会大跌 就大家没意识到就已经跌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晚 是吧 那所以呢 当D往1移动的时候呢 当D往1移动的时候呢 下跌的速度已经还会加快 会越来越快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会发现股市越来越糟糕 然后这个时候恐慌的情绪就开始蔓延了 那就是这个时候还有部分人会在1点接刀子 什么意思 他就在在一直往下狂跌的时候 他还继续买 那你不是接刀子是干嘛 是吧 那当进入F阶段的时候呢 就没有人质疑现在的这个情况很糟糕了 为什么被人质疑 因为已经跌到谷底了 所以已经跌到谷底 不可能不需要再质疑 已经是现实已经是事实了 所以呢 人只会提出负面的想法这个时候 他们只会想知道情况恶化到什么地步 是吧 所以大多数人呢 会害怕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然后呢 担忧可能亏损的压力 然后对未来感到困惑 许多人会引起这个 因此也会引起 因此模仿其他出场人 抓紧手上的现金 然后全部以追求安全感 那如果大家现在都抓住现金大家都不买 那这个时候这个市场只会跌得越来越厉害 那这个时候就就会越来越往谷底走 就是这是为什么就会到谷底 OK 那到这个时候呢 当大家全部都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大家都把现金抓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到谷底了 是吧 这个时候就开始 然后等到谷底以后呢 之后又开始重复上涨 上涨这个涨的循环 所以这个循环 其实这个循环这个周期呢 其实就是 是因为这个人的信心而造成的 当人的信心呢 很强很爆棚的时候 它就一直涨一直涨 当找到物极必反的时候 它就开始跌 但是而且跌的速度特别快 很多人呢 又没反应过来 那这个时候 那一跌下来就一直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跌的速度 会比涨的速度要快很多 等跌到谷底的时候 大家又非常担心 那这个时候又 又完全缺乏信心 那这个时候就是 那就是涨到谷底了 OK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 这个应对的技巧 这个应对的技巧有什么呢 就是说 随着阶段切换 积极或者防御投资的模式 OK 那股市具备情绪感染力 投资人对股市上涨的速度 反应不及 对于下跌的这个 惨烈的反应过度 因此要观察 投资人的心理状况 来确认循环这个的阶段 同时做出对市场的反应的操作 那具体的操作技巧呢 是随着市场阶段的不同 切换积极或者防御的模式 积极表示将投资比重加大 减少现金 防御表示加大现金比重 持有现金减少投资 OK 那在A阶段的时候呢 你要进入到积极的模式 因为A阶段是最便宜的时候嘛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投资 大量投资 B阶段的时候呢 只要报警 部位不动 就是你投资钱放进去了 就不要动了 不要再拿出来 然后避免没有完全参与到上涨上升的循环 那C阶段呢 只要仔细观察 做好切换防御的准备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在A阶段最低最便宜的时候 我大量投入钱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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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投进去后就放着持有 持有呢他就往上涨 在B阶段往上涨 然后等涨到C阶段的时候就涨到顶峰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在A的时候是进攻 是吧积极的模式 到B阶段的时候我们是持有 等到C阶段涨到顶的时候 我们就要防御了 防御的时候什么意思 就要卖 就要卖掉 对不对 那当C往D移动的时候呢 就要快速的完成防御 那同时避免在D阶段买进股票 就是你涨到顶了以后 D是最顶嘛 你就不能再买了 不能再投资了 不管是股票还是房地产是吧 而是要在E和F阶段大量买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C的时候呢 已经涨到顶了是吧 C和D的时候 你要防御是吧 等到过了D以后 到E以后呢 和F以后呢 又涨到底了 又跌到底了 那你之后又要开始买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到F E F E F 就是在D的时候还不能买 因为C是最顶点 D还是贵的时候 是吧 等过了D以后 到E和F就到谷底了 然后你那个时候 就要大量买入 是吧 买入了以后呢 那又跌到谷底了 那你这个时候又要 又肯定要切换到这个 就是你买入的时候 是吧 又要切换到G级模式 因为到谷底了嘛 你还要继续买 继续买 那当你在E和F的阶段 买入股票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发生一种错觉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 是不是买的太快了 然后或者是不是太晚买了 当时当这种错觉发生的时候 就表示你正在进行正确的操作 OK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把这个好像有点不正 我把这个右边抬起来一点 还要注意就是说 即使在你买入 买入在F点的时候 就是最低点 不代表你可以借钱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市场 可能在你借钱加码之后 还持续下跌 因为你不可能说 就是把控这个时间点 把控的这么完美 是吧 那他可能持续下跌 那如果他持续下跌 还没有回涨 那你可能就要破产 因为你贷款压力很大 是吧 那你的任务是充分参与 后 后续的反弹 充分参与后续的反弹 然后而不是让自己决策 产生弱点 OK 那如果你在各种投资 切换模式的操作 都是正确的 你的投资的这个回报率 就会提高 那如果切换模式 绩效比较差 那表示你对市场的 循环定位的技巧还不够 那这个时候呢 反倒 不要乱切换 如果你不懂的话 如果你没法这个 这个正确的看这个 认识这个周期的话 OK 那这个赫华 赫华 马克思呢 就是浩博马克思 他告诉我们说 一般投资人呢 不具备市场定位 和资产选择的技巧 好一点的投资人呢 可能其中一个技巧 表现的比其他人好一点 而最优秀的投资人 则是两者兼备 那这种人当然比较少了 比如说像巴菲特 像这个 这个赫华 马克思啊 就是这种人是吧 那不断精进 以提升自我 这就是伟大罕见的投资人 创造好的投资成果的真正原因 是吧 那这个 Howard Marks还说过 他说了解周期 培养这个 能顺利度过每个周期 所需要的情绪 和财务实力 才是获得投资成就的根本要素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 你要了解这个 他这个书里面还讲了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这个整个周期要了解到 然后你要可以在正确的时候 做正确的投资 你自己的情绪控制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这个情绪呢 你一定不能是这个 随波逐流 一定不能随波逐流 你一定是要是这个 自己很有很独立的思想 就是你不能说大家都怕的时候 你怕大家都 都很很有信心的你有信心 不能这样 你要看清楚这个周期 很明确的了解这个周期 然后呢 你要就是很清醒的做出决定 就是根据这个对周期的认识 在最低的时候投钱进去 在最高的时候把它卖出去 那你一个是要能管控自己的情绪 另外一个你要有足够的财务实力 是吧 你要有钱呢 你没有钱你怎么投资呢 是吧 就是说你要变成说在最低的低股的时候 你要有一大把钱可以投进去 然后呢 你要变成说在最高点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产业全部卖掉 然后把钱账收回来 然后这样重复重复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很清楚的这个了解周期 什么时候跌什么时候涨 然后在跌的最低股的时候买进 在在涨的最高的时候卖出 那你又能够控制的这个自己的情绪 你又能够了解这个这个独立的思考 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买进 正确的时候卖出 然后你又有这个钱的管理能力去 有这个钱去做这个投资 那你肯定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是吧 那希望大家这个 喜欢今天这个节目是吧 然后呢 跟我点赞 很重要的 订阅我的频道 OK 我这样吧 如果我的频道 因为我的频道现在还没什么人呢 现在还订阅量还不到1000 如果这个频道订阅量 超过1000 我给大家许一个愿 OK 许一个愿 许个什么愿呢 我 这辈子 看可不可以帮大家这样 同样的做这样的翻阅这个书籍 看可不可以翻阅这个500本 好吧我们就说500本 500本也挺多了 如果是50年一年一本 反正 大家订阅 OK订阅以后我 我会给大家翻阅更多这样的 这个好的英文书刊 这是这一本书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 就是我 我听了以后 我不是读的我是听的 我都是买这个有声书 然后边走路 每天走路 早晚走路 边走路边听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 我觉得就是 听了以后这个受益匪浅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样 订阅我的频道好不好 然后按一下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 我下次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 OK